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消失不见了 博士王大哥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赶快让他们拉闸断电 士兵说来不及了联系不上了 这驱逐舰上确实是出事了 大卫和吉米响官发电机可到处漏电 两人一看再不跑估计可能就跑不了了 于是急忙跳了穿 两人随着五毛特效来到了一黑灯瞎火的实验基地 哥俩争蒙圈的时候一下直升机突然出现了 然后兜着他们的屁股就打算让他们领盒饭 第二天那一早 两人在一鸟不拉屎的地儿四处下雪木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了 他们已经随着五毛特效从1943年穿越到了1984年 40年过去了 博士王大哥也变成了王德白了 这哥们自打费城实验出事之后 根本就没有闭门死过痛感纤维 这几十年还在不停地做实验 这回的实验比费城那次的事故更严重 他把整个城市都给弄丢了 助手眼镜就说没有磁场没有辐射 这次你可闯了大祸 随后王德白在现场看到了一根跟电影杆似的东西 说这什么玩意儿 上校老抽哥说不知道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风云突变 一个不知深浅的黑洞神奇般的出现 转场之后 大卫和吉米来到了一家要站 向老板娘李大妈打听消息 李大妈说这里是内华达的测试基地 十分的隐蔽 地图上都找不到 大卫到门口给海军基地打电话 刚好遇见了正在跟男朋友提出分手的金发 吉米正在吃东西的时候 外面风云突变 那个不知深浅的黑洞又出现 然后吉米的右手突然就开始放电了 把李大妈店里的游戏机都给烧坏 李大爷一看可不干了 拿着枪就追到了门口 李大爷说我可是杀人不眨眼啊 赶快赔钱 不然把你们俩全给逼了 大卫趁着李大爷走神的时候 上去就把枪给夺了过来 李大爷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 当时就瞎尿了 大卫和吉米也不敢恋人了 急忙钻进金发妹的车就打算撒牙子聊 金发妹说大哥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你能不能换辆车 大卫说别废话了 快拿钥匙 金发妹把钥匙递过去之后啊 大卫捣鼓了半天 说大妹子你离开气呢 金发妹说大哥 这是自动播啊 大卫一听就意识到老司机遇到新问题了 索性把金发妹也给烧上了 当听到金发妹说现在是1984年 这哥俩全都懵圈了 说这二战谁赢啊 金发妹说日本吃了两个原子弹 希特勒也领了盒饭了 这博士王大白因为实验总出事 这心里也挺泄气的 他回到办公室拿出照片一看呢 发现那根像电眼杆的玩意儿 居然是当年驱逐舰 爱尔德里旗号上的轮件 金发妹三个人开着车 正往前窜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一道闪电 把他们揍得火星子乱飞了 而与此同时 追捕他们的警察也刚好赶到 转场之后三个人被送进了医院 这个时候诡异的荧幕出现了 吉米在床上哆嗦了一会儿之后 居然神奇般的消失不见了 医生龙套处说 你们俩到底是何方妖孽 赶快告诉我这一切 大卫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俩应该是穿越了 当大卫把情况说了一遍之后 龙套熟蒙了 因为以他的知识储备 根本就理解不了 由于加油站的李大爷和金发妹 都放弃了对大卫和金米的指控 警察不得不把大卫放了 大卫这边刚想离开 上校老抽格带着人赶刀 紧接着又是一场追逐戏 最后在金发妹的帮助下 两人开着窜了 大卫说你为什么要帮我 金发妹说因为你长得帅 人见人爱 为了摸清黑洞里的情况 王大白的实验机里 向黑洞里发射了一枚 装有摄像机的火箭 不看不知道一看全下降 原来消失的城市 和当年那艘驱逐舰 全在黑洞里 随后博士王大白 把医生龙套熟请到了办公室 龙套熟看完照片说没错 就是他俩 可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王大白说老定义知道的越少越好 不然老命难报 龙套熟走了之后 王大白让上校老抽格 抓紧时间赶往大卫和金米的老家 务必把人给抓住 这个时候 助手眼镜格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说那黑洞是越来越大 再这么下去 地球都在嗝的屁 转场之后 大卫和金发妹开车 回到了大卫的老家 找到了他爹地当年的修车铺 但四十年过去了 早就务使人非了 他爹地搬走之后 也在几年前去世了 看着自己的男神哭得是泪流满面 金发妹的爱心马上就泛滥 随后两人又来到吉米家 吉米在医院消失之后 直接穿越回到了1943年 现在的吉米已经变成老头了 大卫本想跟吉米了解了解情况 可这吉米根本就不愿意交流 两人刚打算离开 上校老抽哥带人杀到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追逐戏 看来这开车还得是男女搭配 金发妹和大卫一静一动 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很快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 金发妹和大卫的感情是迅速升温的 从打情骂俏很快就变成啰啰啵 两人也没客气 直接就亲上 到了晚上两人来到了实验基地 找到了博士王大卫 王大卫说你瞅瞅 你的军舰和那座城市都在黑洞里 大卫说这什么情况啊 王大卫说1943年和最近的这次实验 相互连接形成了一种强力的漩涡 漩涡又产生了黑洞 所以你跟吉米才会穿越过来 而引发这种漩涡的罪魁祸首 就是军舰上的发弹机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钻进黑洞 到军舰上去把发弹机给关掉 大卫说别开国际玩笑了 进黑洞肯定得交犯招 王大卫说你不去也得去 你的身体啊 现在仍然跟多重空间联系着 你瞅拢你的手 只要黑洞不关闭 你迟早再狗屁 金发妹一听 要送走自己的准老公 可气的不行啊 说不能去啊 我不同意 大卫说沉住气 等我回来再跟你闷闷命 转场之后 大卫在王大卫的指挥下 被发射成空进入了黑洞 并且很快就摸到了军舰上 砸毁了发弹机 吉米说这什么情况啊 大卫说千错万错 都是那发电机惹的货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哥们我先撤了 发电机一断电 军舰和城市也神奇般的出现了 影片的最后 大卫回到了1984年 跟金发妹报道了一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如果水平达不到 千万不要开玩笑 自以为是瞎回来 早晚让你叫饭票